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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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正能量的小故事来展现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让观众拥而同的视角对亲情 幽情 爱情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香港知名导演范旧明智子导演田刚伟 是我们洛河林颖人 他说近些年家乡洛河变化非常大 他一直都想把家乡的人文风貌 城市化建设融入到作品里面去 影片全程在洛河取景拍摄 沙河风景区 小商桥 陈兴剧纪念馆 曲神文化园 昌剑外滩等著名景点将逐一的影片中展现 进一步宣传洛河旅游风光 提升洛河城市形象 影片里面有八个小主角 为了选拔出最优秀适合剧中出演的角色 田宝早在今年五月份就回到洛河 联系到魏婉学堂的创始人柳迪讲师 一起在洛河各地选拔小演员 两个多月当中 先后走进口才保林领总校等近百家艺术培训机构 面试了一千多名孩子 最终挑选到了洛河时的孩子出演 家乡水 家乡请 家乡人 满腔家乡情怀拍摄自己家乡的故事 开机仪式发布会 在顺利的气氛中顺利结束 在此忠心志愿 小小家长剧组拍摄顺利 相信这部电影会给家乡观众带来感情上的共鸣 成为百姓认可的两心之作 洛河时为宣传部副部长 袁树清出席新闻发布会 美丽中国行王董燕涛公告